既然历史它是一个合理 是一个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那么它的动力是什么 它的动力是什么 所以在这样一个 如果我们前面把它简单的规结 为经济的动力的话 那么你现在规结为合理论的话 你要进一步说明它的动力问题 所以恩格斯呢 最后就讲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动力思想 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里面 它就提出了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这样一个思想 其实提出恶是历史发展动力 并不是恩格斯提出来的 而是黑格尔提出来的 是黑格尔提出来 这个费尔巴哈认为 这个历史的发展的动力是善 而黑格尔认为是恶 那么恩格斯呢 就对这个 对这个黑格尔的思想 做了一个高度的评价 我们在前面讲恩格斯早期思想起源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反复的强调 恩格斯早期思想 它是一个理性的辩证法 它受到黑格尔的思想很深刻的影响 是吧 很深的影响 这个对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影响 一直保持到晚年 影响到他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个人的 这样一个哲学思想的一个评价 哲学思想的评价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思想的评价 反映在对历史动力的研究上呢 他就特别的赞赏 恶式历史的动力的思想 他认为黑格尔强调的恶式历史动力的思想 比费尔巴哈以善说明历史的动力的思想更为深刻 更为深刻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认为啊 把恶作为历史的动力 实际上是追溯到了这个恶 这个恶背后的 也就是说人们的道德背后的经济动因 如果你讲善的话 善是一个什么 你仅仅只把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归于道德 那么你从恶来讲的话呢 就进一步讲 这个恶是怎么产生的 那你就要探讨这个恶是怎么产生的 恶是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你就会从这个对道德的 这样一个动因的 这样一个进一步的追究 那么这样一个追究了 就追究到经济的动因里面去了 所以这样呢 恶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 就善和恶啊 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 他儿是什么 而是一个经济的概念 讲的是 持有制经济内在的一种否定力量 内在经济否定力量 那么正是这个否定力量呢 揭示人类社会 这个阶级社会发展的 发展的动因 所以这个恩格斯啊 他就说他说恶是历史的动力 可以在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中 找到证明 找到证明 因为你这个私有制啊 私有制他本身就是要求什么 财产的这样一个私有 他要求就刺激了人的这个贪财的欲望啊 掠夺财产的这样一个欲望 那么还有的这样一个欲望 就是他本身就是 他就会和自私啊 贪婪啊 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 那么联系在一起 他就刺激了这样一个经济的 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就成为了整个历史发展的 这样一个动力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 能够强调就是说 如果我们仅仅讲善的话 那么我们只是仅仅停留在 道德层面来观察这个历史 我们是找不到历史的动力 在什么地方的 他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经济这个恶的动力 发展起来 还包含对人的一个道德因素 那么正是这样一个 对这个经济的 这样一个恶的因素的揭示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马克思在对私有制的批判 就是马克思哥是 他们创造的历史唯物主经历 在对私有制的批判当中 包含有道德的因素 包含有道德的因素 包含有这个价值的因素 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经济的问题 而是包含这两个 它实际上总是在 这个经济和道德 这样一个张力当中 来说明这个历史的进步 一方面是理性的 一方面是道德的 一方面是道德的 所以它可以 既对这个异化劳动 做一个很肯定的评价 同时也从道德上 批判这个异化劳动 所带来的 对人性的这样一个摧残 对人性的这样一个摧残 然后呢就是说来展望 它的这个人类社会的 一个未来发展 未来发展 所以它总是这样就建构了 一个什么 在说明 不管说明经济 政治文化当中 就建构了 马克思恩格斯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说明人类历史的 一个基本结构 基本结构 就是它总是在理想和现实的 这样一个张力和矛盾当中 也在这个价值和经济因素的 这样一个和实在的 这样一个斗争当中 也就是说理性和价值之间的 这样一个冲突的结构当中 来建构 来说明这样一个 分析这个社会结构 以及它的发展 这是从它的这个 动力学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的 不仅仅是讲它的 某一个要素问题 而是看它的这个 思想的分析结构问题 那么这个结构问题 我们可以从恩格斯 对这个恶事 这个历史发展的 动力的这个分析当中 可以看出来 可以看出来 这个 除了这个恩格斯还分析了 除了这个分析 这个历史规律以后 恩格斯还分析了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相互作用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 提出这个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问题 明显的是恩格斯提出 这个问题是弥补他和马克思 在这个早期 在说明这个历史维吾主义的 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当中 忽略了 就是说 不是忽略 就是没有说明 上层建筑的作用 对上层建筑研究的一个不足 一个不足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恩格斯首先 对经济作了一个说明 对经济作了一个说明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把这个观点看一看 因为这个我们马上讲 这个第二国际的这个思想的时候 第二国际对这个 唯物史观的理解 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恩格斯的这个思想 就是恩格斯强调什么呢 他说经济本身是一个 包括生产外部环境在内的一个系统 它本身是包含外部环境在内的一个系统 因而它是历史的发展的 也必然会把人们的观念 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拿入经济发展的轨道 形成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个思想它表明什么 在这个地方啊 它是对因素论的一种批判 对因素论的一个批判 因素论是什么 它把整个社会的发展 看作是一个一个单因素的 一个一个单因素 而不是一个整体的 我们说了恩格斯在这个 自然辩论法里面 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联系起来看 在这个自然辩论法里面 提出这个有机整体观 就是在后面的这样一个 19世纪这个科学的发展 它和这个前面的18世纪的 这样一个科学 由于自然科学的 这样一个变化 它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观 那么这个有机 用这个有机整体观 来分析经济和上层建筑 整个社会结构的时候 它不会把上层建筑 不能把它看作 是一个一个因素的组合 这个上层建筑 这个整个社会结构里面 一个因素是经济 一个因素是国家 一个因素是什么 就是说整个国家的这个结构 是由这个多种结构 多种因素把它拼凑起来的 N个字不是这个观点 它讲的是什么 它说这个生产 这个经济本身是 包括生产外部环境 在内的一个系统 首先它强调什么 经济是一个系统 经济啊 它是一个系统 包括外部环境 在内的系统 包括环境 外部环境在内 那也就是说 生产 包括这个生产 外部环境 在内的一个系统 除了生产以外 生产以外的系统 它什么 也会被逐渐的吸收到这样一个系统当中 所以它是历史发展的 那么这个系统的形成是什么 我随着经济的发展 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的各个要素 外部生产的条件 能不能的观念 是在这样一个经济系统的发展过程当中 逐渐的进入了这个系统 进入了系统 所以它是一个有机整体 它是一个有机整体 不是说我有一个经济 然后和那个上层建筑啊 是绝对 就是说我有一个什么经济 马上有一个上层建筑 它不是这样的 而是在这个变化当中 随着经济的需要 这个国家逐渐的发生变化 逐渐的拿入这个系统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为什么和这个早期不同呢 早期在讲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的时候啊 它是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么就是说 你上层建筑是一个需要被推翻的啊 是一个政治国家 是和它不相干的 我一定要把它推翻 那么现在它说 经济是一个系统 国家是 国家能不能的观念 是逐渐拿入到这个系统的 我们说和这个垄断资本相对什么 你国家 它就是它已经建立起来了 要求建立一个和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社会相关的 就是紧密联系的 反映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经济结构的 这样一个国家系统 那就是说国家不仅仅是政治国家 它包括什么 国家的经济职能要发展 是吧 它是一个经济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以这个经济啊 来摧毁了这样一个封建的社会 要求比方说早期的洛克 霍普斯 他们提出来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自由主义思想 就提出来 经济是独立的 是有自己的规律的 你这个国家不要来干预这个经济 那么他指的这个国家是什么 是你封建的这样一个政治国家 你不能 就是说整个社会应该按经济规律发展 那么按经济规律发展 他自己要建立国家来辅助他这个经济发展 辅助他经济发展 所以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啊 这个社会形态 它最根本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经济形态 是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形态 而且是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形态 就是马克思资本人所揭示的 既然他是一个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形态 所以他的上层建筑的结构 他的政治结构 他的理念 国家理念 全部都是和这个经济和商品的结构是相关的 商品的结构是相关的 所以他是不是 这个描述 就是说经济是一个系统 这个国家啊 就是说这个能不能的观念 在上层建筑的各个因素啊 都会拿入经济的发展轨道 那就是说什么 整个社会是一个经济的社会 是一个经济运作 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 所以你其他的能不能的观念 能不能都要随着这个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这就是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主要的特征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 就是说马克思的这个资本人呢 刚好就是分析了商品的结构 怎么样是决定能不能的观念的变化 决定了能不能的 比方他对商品拜无教的这样一个分析 能不能之间的这个商品所形成的 能不能的阶级关系的分析 包括这样一些分析 那么实际上就说明什么 这个社会是怎么被经济改造的 这个社会是怎么被经济的发展来改造的 所以这个时候恩格斯提出来 他说经济是一个系统 包含外部环境在内的一个系统 而不是一个因素 所以他是对因素认的这样一个批判 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受到恩格斯的这样一个思想的影响 他们在研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见证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有机发展观 就是用这个有机整体观来分析这个经济的发展 比方说在拉布里奥拉那儿 我们下面讲到拉布里奥拉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讲了以后 就很好理解这个拉布里奥拉的思想了 那么他就整个的叙述就强调 经济当中啊 他的人的因素 以及这个经济啊 作为一个系统 国家是怎么被转到这样一个经济里面来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国家虽然还保留了 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国家 他一定保留他的这个政治形式 那么除了他的政治职能以外 他还会发展出各种各样 和经济相适应的这样一个功能 比方说他的这样一个伦理功能 他的伦理功能 所以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 要探讨他的这个伦理国家的问题 他的这样一个社会会发展起来 那么同样的呢 他其他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功能 他也会发展起来 所以国家呢 他也参与这个社会的经济的这样一个调节 包括这样一个调节 所以这样一些 就是说国家的经济职能的出现 政治伦理国家的出现 那么实际上都是随着什么 随着这个经济系统的这样一个发展 逐渐的国家发展起来的 所以经济决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它不是一个什么单因素 一个因素决定另外一个因素的关系问题 而是这个经济系统如何形成 如何完善的问题 经济系统的形成和完善 所以你政治啊 所有的都是为这个包含能不能的观念 都是围绕这样一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来运作的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 社会特点 所以恩德斯对这个问题的说明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明当中 和前面我们所理解的 我们所讲的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分析 是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 他是把它作为一个 应用一个有机整体观来进行分析的 正是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所以恩德斯在分析他们的相互关系当中 也以避难性和偶难性来说明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恩德斯就认为 他说这个经济基础呢 经济基础啊 因为它是一个经济的社会 所以你这个经济结构 它是以一个 它是盲目的 它是盲目的 是一个客观的 不管你能的活动参与 但是它是一个客观的 所以它表现为一种避难性 表现为避难性 而你这个上层建筑的 这样一个各个因素呢 它是以偶然的形式出现的 是以很多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个问题呢 和这个历史人物的 偶然性和避难性的关系是一样的 所以他就强调了 他说这两者的关系 是偶然性和避难性的关系 那么最后呢 恩德斯在讲了这个 既然这个上层建筑啊 它是随着这个经济系统的一个发展 转入了这样一个 经济的 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社会 来发挥自己的功能 那么最后恩德斯谈了一个问题 那么上层建筑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性 既然它是 从属于经济的 是随着这个经济的这样一个运行 进入这个经济系统的 那么它自身有没有这个相对独立性 如果有它是怎么相对独立的运动的 相对独立运动 所以恩德斯呢 就从社会分工的角度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 把上层建筑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 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 探讨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这样它就认述了经济基础 这个就是认述了上层建筑 对经济的反作用问题 经济为什么需要这个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为什么会需要经济发展 就是因为它有独立性 如果它不起作用 不是独立的 它仅仅是依附于经济的 经济为什么需要它 它不需要它 它之所以需要它 因为它有它的独立性 它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一个东西它只有发挥功能的前提是什么 它有它独立的作用 它能以它自身的这样一个作用 对你有辅助作用 那么它才会需要它 是吧 它才需要它 如果这个东西是没用的 它仅仅是依附它 它为什么需要它 它不需要它 所以这样的就是说 实际上当这个经济去需要国家的时候 就证明国家具有特殊的功能 是一个需要独立出来研究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反过来来思考 反过来思考 恩格斯的 所以他首先他就分析了这个反作用 那么在分析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当中 我们说了上层建筑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国家 就是它的政治的上层建筑 这个你们学过的 那么还有一个是思想的上层建筑 那么恩格斯就分别考察了 就是说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思想的上层建筑 它们的相对独立性问题 那么在政治的上层建筑当中呢 它着重考察了国家对经济的反作用问题 就是国家它是以什么方式反作用经济的 它认为国家对这个现代国家对经济 讲的是现代国家有一个定义啊 不要把政治国家混过来了 因为这个还有一个历史的观点去分析它的 那么我们讲的 他说经济的这个现代国家对经济起作用的方式 他说可以分为三种 那么第一种呢是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 他说这一种发展的比较快 那就说我上层建筑和你经济基础啊是适合的 你经济发展了 我上层建筑呢也跟着发展 那么这是适合的 这是一个 那么也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你经济发展了 我这个政治啊 这个国家呢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那么最后呢你这个国家就会崩溃 就会崩溃 因为你适应不了经济 这个经济啊我们前面讲了啊 就是说马克思文跟斯分析的时候 在这个德意形态里面 它有值的变化有量的变化 是吧 那个量变的阶段呢 它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量变的阶段呢 它是不涉及到你生产关系的变化 那么值的变化呢 它是最后啊 是导致你整个社会形态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不管是量变还是质变 不管是量变还是质变 那么就是说生产力 它总是发展的 它不是在质变 它就是在量变 它总是发展的 你任何力量组织不了它 所以你上层 你有其他的力量要组织它的时候 它只会把你充滑 它只会把你充滑 那么所以呢 那个就是说还有一种方向呢 就是叫它崩溃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向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它可以组织经济发展 沿着既定的方向走 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 另外的方向 就是说我可以啊 你这个经济发展在有两种可能性的时候 我可以用我国家的意志啊 组织你往这个方向走 而组织你往这个方向走 而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这是一种这个能动性啊 这种能动性呢 也是也是这个也是有的 比方说那个我们东方国家就是这样的 可是它只要利用上层建筑力量 把你往这个方向引或者往那个方向引 那这种情况呢也是也是会发生的 也是会发生的 那么他说但是呢 就是说在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下呢 他说政治权力啊 会给经济带来一种巨大的审害 当然这个呢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种反作用啊 它是一种反作用 恩格斯就分析 他说这个现代国家 对经济的这种三种作用表明呢 就是说经济 国家对经济的反作用 规定到底还是由经济决定的 就是实际上 你不管是沿着同一方向发展 还是说这个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那么都是你经济出现所造成的 最后你这个国家发展的 这样一个好和不好 最后呢就说能发展还是不能发展 是国家能发展起来还是走向崩溃 最后还是由经济决定的 就是说你国家出现这样一个反作用 是由经济决定的 因为经济发展到一个 一个可以需要国家来管它的之后 那么它就有了对国家的这样一个需要 你国家也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恩格斯认为 不管是它起作用 这个国家能够起作用 以及它起作用的方式 实际上都是由经济决定的 这也就印证了它的这个观点 经济是一个系统 它是不断地被吸引进来的 那么第二个呢 恩格斯也以这样一个方式 认证了这个思想的上层建筑 法哲学宗教的这样一个相对独立性 那么特别在谈到宗教的时候 他就特别强调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 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 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 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 作为前提的 因此经济落后的国家 在哲学上仍然可以 演出第一小提琴 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 后来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 就说但是不论在法国或在德国 哲学和那个时代的 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 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 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 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利 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 确定无疑的 它说但是这些至上的权利 是发生在各该领域 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 它是比方哲学 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 作用规定的条件范围内 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 对先驱所提供的 现有的哲学材料发生作用 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 但是它决定了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 和进一步发展方式 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 因为对哲学发生直接影响的是 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反应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哲学 它要受到它 就是说除了受经济的影响以外 它还要它的发展 它的繁荣 它也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个是受到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影响 那么还要受它自身的思想资料的影响 也就是说受它自己的这样一个 所获取的这样一个 先前哲学给它提供的材料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先前材料提供的影响就是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哲学有它自身的规律 有它自身的规律 它不会完全和你的规律相一致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 就是说这个哲学 就是恩格斯说 有时候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 它可以在哲学上的 就是说成为第一小提琴 就是说第一小提琴手 它哲学也可以说是非常发展 那么这样恩格斯也有这样一个观点 分析了艺术文化等宗教这样一些思想 就是说明了上层建筑 它自己就是每一个部分 它都有自己的规律 和自己的相对的这样一个独立性 同时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各个要素 它又是相互影响的 它又是相互影响的 这样他就讲了这样一个 上层建筑的一个相对独立性问题 那么除了这样一个我们讲的 恩格斯对上层建筑的 这样一个研究的规律以外 就是说我们这边还要稍微提到一点的 就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 在晚年的时候充分注意到 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就在晚年他在给这个俄国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包括民粹派的通信当中 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特殊性普遍性 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的问题呢 做了大量的思考 对俄国问题可以说 马克思和克斯都没有最后的结论 都没有最后结论 就是都是一些这个 都是一些思考啊 都是一些思考 是一些不成熟的这样一个思考 但是呢却看到了他们晚年呢 对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思考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也是他们晚年所思考的问题 也是他们所思考的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恩格斯的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恩格斯呢 他是1895年8月5号去世的 因病去世 那么他比马克思呢多活了12年 这12年当中啊 正是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 发生巨大变化的这12年 所以在这12年间 恩格斯不仅致力于马克思资本论 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出版 完成了马克思未尽的视野 而且还致力于发展 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 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 指导第二国际的革命实践活动 提出他和马克思创立的理论 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 那么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 都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所以恩格斯呢也成为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不可跨越的人物 那么我们对恩格斯的研究啊 实际上就形成了 我们对恩格斯的多重研究啊 多重研究 就是说我们可以研究他本身的思想 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 来研究他的思想 以及他和第二国际的关系 和现代思想的关系 当然也是我们前面也讲到啊 恩格斯呢也在他的思想史上啊 也受了多种多样的批评 受了多种多样的批评 也是使恩格斯成为一个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最有争议的人物 最有争议的人物 那么既然是最有争议的 也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的 最值得我们研究的 这就是我们对恩格斯思想的一个讲授